在娱乐圈有不少有名的导演,其中张一毛算得上是一位非常有才华和格局的导演,他的作品都非常注重色彩和画面的美感,非常的有艺术感,而张一毛看演员的眼光也是非常的独当,一手喷红了很多的某女郎。 一位导演在挑选演员的过程中,需要讨量的东西有很多,除了演员自身的演技,还是就是跟角色的贴合度,甚至包括演员日常的生活,张一毛导演曾经看上过一位农村的女孩,她也因为被张一毛看上,而走出了农村走到了荧幕上, 而这位女孩最初被寻中的时候,只是农村一位未诸的小女孩,就是因为她身上的那份真实的朴实,而被张一毛看上,才有了后来荧幕上的机会。 这位小女孩也因此有了迷气,不过后来的她并没有继续演戏,而且继续回到学校,完成自己的学院,这是张一毛导演的建议。 这位女孩最终也喜欢上了导演这份工作,如今,她已经重编,到专业毕业,成为了一位导演,也具有了一些小名气,也已经结婚成家,与一位美籍化人过着安稳而幸福的先生。 对于自己能有今天,魏敏之一直都非常地感谢张一毛,如果没有张一毛当初挖掘,可能她的一生都是在山寸度过,不会有如今的成绩和见识。 魏敏之一直称张一毛为张老师,一直把张一毛当作是改变自己一生的贵人,也是坚守这份初心和善良,魏敏之才一步步走到今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